从新冠病毒的出现 截止到目前为止 虽然这种病毒依然没有彻底消失的迹象 但在我们国家 现在这种病毒似乎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不过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 病毒给人们带来的威胁 却依旧不容乐观 之所以新冠病毒能够在全球大规模肆虐 这与它强大的传播能力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过话说后来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虽然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非常强大 但是它的致死率却减不到3% 而最早在2012年出现的MOS病毒 致死率却高达30%以上 是相关病毒的10倍以上 只不过又没能演化出有效的人传人能力 这种病毒才能在全球大规模肆虐开来 然而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表明 随着气候的持续变乱 这种病毒卷土重来 并在人群中大规模肆虐的可能性 却大大增加了 大家好,我是大川 关注我带来一期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期深入探讨下 MOS病毒到底有多可怕 如果这种病毒卷土重来 我们人类到底有多少胜算呢 时间回到2012年 第一例MOS病毒感染者在沙特阿拉伯被确诊 紧接着在接下来短短两年的时间里 又陆续确诊了将近1000人 而在这1000个确诊患者中 又有至少300人被夺去了生命 在随后的9年间 MOS病毒已经陆续感染了约6000人 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 而不幸身亡 虽然MOS病毒的致死率非常高 但幸远的是 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却并不高 新冠病毒从去年开始蔓延 接着到今天 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全球累计确诊人数 就达到了1.1亿人次 而MOS病毒从2012年开始蔓延 接着到今天 用了9年的时间 才感染了不到1万人次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跟MOS病毒有限的传播能力 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病毒不像新冠病毒一样 除非存在密切的接触 否则 该病毒几乎不会在人与人之间 进行大规模的传播 而就目前来说 MOS病毒最常见的传播途径 是骆驼传人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种病毒 在中东地区的传播 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原因 不过话说回来 科学家通样也指出了一个 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坏消息 那就是根据近期的分析显示 MOS病毒或许有很大的机会 卷土重来 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可能恰恰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动物是大部分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 相关病毒最可能的来源是蝙蝠 MOS病毒也同样如此 只不过 部分蝙蝠身上携带的MOS病毒 已经悄然传播到了其他动物体内 研究人员 透过对部分中东地区的骆驼 进行血型采样研究发现 源于蝙蝠的MOS病毒 已经在一些骆驼的体内 存在了超过20年的时间 而在2010年左右 作为中间素质的骆驼 就已经把MOS病毒 传播到了骆驼饲养员身上 现在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是 在非洲和中东地区 骆驼不仅数量高 密度大 而且在当地 骆驼的地位几乎与人是平起平坐的 因为在极端干旱的地区 骆驼这种极具抗旱能力的牲畜 是当地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有些地区 骆驼不仅可以当作嫁装 卖掉一头骆驼甚至还能解决一家人 很长一段时间的温饱问题 或者孩子上学的学费问题 可以说在这些地区 骆驼已经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硬通货 而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 干旱已经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全球蔓延了开来 这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当地人 会更加依赖骆驼这样的牲畜 对于骆驼的依赖也就增加了 当地人暴露在骆驼身边的机会 这也就意味着 当地人被骆驼感染MOS病毒的机会 统计数据显示 在肯尼亚北部的马萨比特 人口总数约为46万 而当地骆驼的数量 则占到了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 约为22.4万头 平均下来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饲养骆驼的可能 干旱的持续蔓延 也就给了更多人饲养骆驼的理由 随着饲养骆驼人数的增加 MOS病毒的传播的可能性 也会大大增加 从2018年的一项调查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沙特阿拉伯感染MOS病毒的人数 新增了将近200例 对于一个尚不能有效 人传人的病毒来说 这样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当然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科学家通过最新的研究发现 MOS病毒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突变 其中有些突变还朝着更强的 致病性和传染性的方向进行 如果这些突变的MOS病毒 得到了大规模的传播 那么综合它的致死率来看 其所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影响 绝对是比现在的新冠病毒更加严重 要想解决这个潜在的安全隐患 眼下对MOS病毒的深入研究 一定是刻不容缓的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甘源 实际上还是对于气候环境问题的致力 如果能够有效减缓 甚至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就能够从甘源上 减少很多当地人对骆驼等生出的依赖 并进而减少当地人 暴露在骆驼上面的机会 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 根据肯尼亚政府发布的 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当地干旱发生的频率 已经增长至每一到三年一次 而当地气候已经在2050年前 升高将近两摄氏度 有此我们可以预见 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 当地人就会更加依赖抗汉的骆驼 而这已经导致 当地人暴露的骆驼神病 接受到MOS病毒的机会大大增加 其实随着全球变暖步伐的加剧 不仅MOS病毒卷土出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还有很多被冰封在冻土层和冰层的远古病毒 也都成了潜在的威胁 而面对这些病毒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很多动物都能跟病毒一起共生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 能够携带一百多种病毒 而不被治病的蝙蝠 那么我们人类 为什么就无法做到这点呢 当然 这个问题先留个带走的各位忙忙思考 本期节目道理结束了 我是大川 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在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